从小就低不腾妈不爱遭到家暴的三森 没想到竟然跟着全班一起穿到了异世界 本就废柴的他还被判了最低的垃圾等级 意识到自己被人渣女神玩弄的他 说我天雷废柴技能 心中燃起了像混凶女神复仇的业火 穿越事发的前一刻 班上的人渣还在欺负女神班长 因为常年遭到小山区的霸凌 等级划分制度明确的同学中 除了地位高的人在讥笑 其他人争都压去无声 三森思考了一下 这时候自己站出来不就像阴神救美一样吗 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样做是错误的 一位嘲笑的矛头瞬间就从班长转移到了他身上 这时候这群人中等级最高的拓赫结束了这场闹剧 坐在最前面身为班主任的男人 这对身后发生的欺凌现象视若无睹 就是这样坐满了一车问题而同的大巴 被召唤到了异世界 在同学们差异的目光中 女神出现在了高台上 他告诉台下的众人 邪恶大摩地降临 他们是被自己选中拯救世界的勇者 同学们议论纷纷乱成了一团 老色皮班主任却让他们都听女神的话 仅仅只是因为他看到了女神的大波霸 被召唤到这里的勇者必须杀死魔王 才能够回到现实世界 因为逆向召唤必须使魔王素 这个东西必须打倒魔王以后才能拿 班长不能理解 大家都只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学生 要怎样去和魔王抗衡呢 女神却说 他们身上有着普通人所没有的能力 但大家还不信他 便让手下抓了一根奴隶和一只魔兽伤害 当一群未成年人眼睁睁的看着活人被魔兽咬死 再用自己的法力消灭魔兽 震撼程度让众人都说不出话来 为了激发出大家体内的潜能 女神进行了鉴定仪式 班上同学的资质都挺不错的 连四级都有三个人 甚至连班上总被欺负的同学 都拥有了超强的暗黑资质 到了三森时 却是被女神无视条的最拉等级 就连其他的点数也非常的低 打着等级最低的勇者会拖大家后腿的名号 三森将被女神给放逐到存活率为零的遗迹中 因为他唯一拥有的状态异常技能 也根本无法对魔物顺利施展 看到自己曾经触手相助的小安 也因为等级而变得趾高气 女神班长站出来帮三森说话 却惨装女神毒打 三森忍无可忍朝着女神施法 结果却被直接弹开了 女神认为她的反抗就是白费力气 自己能够自动抵御状态异常内的皱纹 这时候爱惜的拓赫 朝着女神使用了她的技能 没想到既然造成了轻微的伤害 看来等级高确实可以为所欲为 在同学们的嘲讽上 中三森流下了不甘心的眼泪 就和小时候被父亲殴打的自己一样 这时候她心中压抑已久的另外一个人格 就得告诉她 既然不甘心 那就让她们见识一下你的本性 三森站起来比了个大钟指 纷纷地告诉混穷女神 话虽如此随大 但三森还是得想办法 先从一级里面活下来 谁知道 但一上来就遇到了等级差异全输的魔兽 除了逃跑 她想不到任何的办法 恐惧驱使得她迁进 直到顺了一揪以后 她才意识到 这种浑身战略的原因根本不是因为恐惧 而是因为不甘心 她抬手施展技能 没想到竟然起了效果 在另外一个魔物上也起到了效果 但因为施展了三次魔法 自己的魔力值已经不够了 最开始被盯住的魔物 也已经解除了异常状态 没有魔力 难道只能等死吗 她想抬手再次施法时 却发现技能限制 自己不能对同一对象 连续赋予异常状态 三森只能立马使用技能让求昏睡 看着后面浩浩伤伤的魔物大军 三森却兴奋起来了 因为她发现了累计魔力值的方法 就是击取魔物的摸索 她感觉有一口气 梗在心口上不来 等到她将那股力使出来时 自己的魔力值已经全部恢复了 等级也一下升级到了258级 因为自己的毒素对魔物造成了伤害 魔物被杀死后 获得了大量经验 随着等级提升 面板逐渐完善 技能也开始增多 可以锁定复数的目标 既然能够继续战斗 她便觉得没什么好怕了 眼前的魔物变成了源源不断的经验值 她只需要静静坐着等待怪物死去 等级就会不断提升 以至于剩下的小怪 见到她就开始逃跑 因为实在太恶这个地方 又没有食物 三僧只能等到毒素解除以后 将刚才的魔物吃掉 谁知一入口酸的不行 看来这些魔物没有办法使用了 如此看来 这个废弃一击 完全就是为了让自己死掉才来的 好在随身带着的袋子里 随即刷出了牛肉干和可乐呢 活下来的三僧在遗迹里进行了一场厮杀 但看到眼前的景象 她又忍不住痛哭流涕 虽然被父母家暴的她买是绝望 但她的叔父母 却将她带回到了平凡的生活中 体会到了人群的温暖 为了像他们一样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理解他人的痛楚 三僧一直都在努力 但现在的她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既然无法逃避三僧 并也接受了现在的自己 来到地牢时 此时的她已经快一清几了 从死掉的勇者包里 她发现了大量的宝石 还有他们所留下的遗书 她惊讶于 自己竟然能看懂这个世界的文字 也了解到眼前的死者 就是生前人仅皆知的黑暗勇者安格林 这个名号让三僧想到了小岸 她也是被女神给送到这个地方来的送死的 所以将自己包装的物品送给了后来的人 三僧找到了一本禁书大拳 以及看不懂的皱纹书 要是能解开 说不定会成为对抗女神的杀手锏 然而翻开禁书的第一页 上面就有写字大大的写着 小心士魂林 大家都是被她给干掉的 轰往地面的大门处 需要镶嵌一颗宝石 三僧在士魂林的额头上找到了钥匙 她打算用法术试探一下 结果刚一抬手 就被对方给先发制人了 士魂林甚至从嘴里吐出了难忘的淤泥 玉林化作人形 模拟了被她杀死的死者生前的模样 三僧一瞬间就觉得相当恶心 难道这个世界的怪物都有这么恶心的趣味吗 士魂林尖利的叫声让三僧脚头疼 眼看得晕衣越靠越近 三僧却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对着长着人脸的怪物下毒 看到三僧挣扎的反应是 魂林反倒更兴奋了 细细将三僧的绝望咀嚼品位 等到对方的余裕值达到顶峰的时候 三僧将她给定住了 没错 刚才的一切绝望都是三僧严的 目的就是为了逼出对方的破绽 也不怪是魂林被骗 这些年 三僧一直都在伪装成一个善良的人类 就连她自己都被骗了过去 但来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她便接受了真正的自己 用杀意去对抗杀意 三僧靠着士魂林顺利将技能都刷到了三集 士魂林一被击败被囚禁的灵魂也得到了释放 勇者的灵魂们温柔地感谢了三僧 这下三僧不得不去杀死那个婚状女神 替大家报仇了 与此同时地牢外 一位金发闭眼的精灵少女为了躲避追击 来到了这里 三僧在地下场已经刷到1500机时 拓斗几人才刚刷到18集 有些同学甚至连技能都不敢用 就被拉帮结派到了小团体内 小僧一向知道浅聪和拓斗几人关系好 但没想到他竟然打算避开他们自立门户 为了不被霸凌 小周同意了加入浅聪的小队 眼下他必须完成女神的试炼 那就是杀死魔物 他浑身颤抖地在浅聪耳语下 一刀劈了下去 他实在无法面对这样的自己 尤其是在被三僧的温柔所温暖下 他恨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与他不同 林顺一醒就找到了女神 女神冒下了几滴伪善的眼泪告诉林顺 这个国家的方针就是舍弃弱 林顺对此非常愤怒 决定一个人肩负起 其他无法完成任务的同学的目标 非常英勇的决定 但这意味着林顺可能会丧命 从地下呈出来的三僧 又得到了心技能 锁定目标时能选择非之死对象 他打算用周围的魔物试试谁 再拿一把能当前锋的剑 不远处传来了稀稀苏苏的声音 三僧定睛一看 竟然是一堆史莱姆 他们聚在一起欺负最白的那只小可怜 掩探他手无腹肌之力被群起而攻之 三僧在心里给他加油 小家伙不负众望地进行了反击 三僧也出手警告了其他几只史莱姆 斩跑他们后告诉那只小小白 当才干得很好之后 也要像那样顽强地活下去 没想到就是这一番对话 让小小白对他产生了信任 跟那一路 三僧无奈便带着他一块走 能让他充当自己的第三只眼 警钉背后防止被偷袭 很给他取了的名字必积完 这场复仇 自己必须要不择手段拿下胜利 与此同时 三僧的另一头 被护卫紧追不舍的前精灵公主斯拉斯 为了追寻自由 召唤出了自己的精灵武装 但追逐他的并非护卫 因为护卫们此时正在欺负三僧 打算夺人钱财 害人性命 这是自己的弯刀利不利 听到这群人满嘴聊着小偷 控制大头的下流话题 三僧直恶心 本想就这么悄悄溜走 结果对方根本不放他走 因为三僧看上的太弱了 让对方放松警惕后 三僧正好拿这几个人试试看技能 确信技能会对人族有效后 直接让山鸡头摔了个狗吃屎 面对杀意就要回忆杀意 他甚至没带一丝怜悯的解决掉了几个恶人 但除此外 森林里肯定还有别人存在 也就是不远处的瑟拉斯 他知道追兵的气息瞬间消失时 他冷汗都滴了下来 因为空气中泥漫着一股令人打寒的气味 还没来得及逃走 瑟拉斯就被三僧给定住了 三僧打算从这个本地人口中 问出这附近的情报 瑟拉斯在听到三僧一个人解决掉四人组时 感到相当的震惊 但他很确信三僧说的是实话 获得了有用的情报后 三僧将先前的郑州给他看 可惜的是 瑟拉斯也看不懂上面的字 不过他认识一位能够看懂的人 对方在过去被称为竞技魔女 掌握着有关世界竞技的庞大知识 因为太过危险 所以遭到了驱逐 要见他就得前往金漆摩群带 会处置在大陆中央的危险地带 本来到这儿三僧觉得 少女孩的情意已经足够了 但毕竟是救命之人 瑟拉斯是个相当耿直的人 就和三僧的顺务一样 我有点不放心让对方一个人行动 不过眼下对对方 还能没有完全信任 三僧不打算带着他一起走 带上笔基丸就离开了 收尾对于三僧的出现并不意外 最近城内正在进行一技攻略招募 许多人都想大赚一笔 三僧就这样顺利进入了马城 不过旅馆的老板 看上去是个见谦眼开的主 觉得三僧是个乡巴佬 结果却在看到前十笑烂了脸 三僧化名哈提 就这样顺利住了下来 城内也和《西幻神话》中一样 各式各样的店都有 饭馆内有高滩扩轮的冒险者们 三僧借此机会收获了不少情报 其中他最感兴趣的 就是传说中的黑龙骑士团 回到旅馆 他便制定了计划 不仅要寻找魔女 还要强化B机丸能力 正巧米露兹的地下城一技 有一个名为古王的怪 拿到古粉是首要之重 进入地下城前 国王还下了个新任务 只要取得一技 某处的秘宝龙眼圣碑 就能获得300枚金币 不过素材大家可以自行带走 排队报名时 三僧注意到了不远处 被黄猫调戏的少女 对方听声音指出 她是圣祭士团长 众人开始议论纷纷 难道她真的是精灵公主瑟拉斯 小黄猫摘下瑟拉斯的兜帽 打算用精灵而证明自己 然而却让她失望了 赵女淡然表示 自己并不是瑟拉斯 搞得黄猫善善逃离现场 只有三僧看出来了 这是瑟拉斯的伪装 两人碰头后 又一次达成合作 瑟拉斯为三僧提供建议 而她支付酬劳给对方 在瑟拉斯的帮助下 三僧拿到了想要的道具 也支付了自己的报酬 瑟拉斯准备离开时 却忽然晕倒了 卡洋子很久都没休息好了 和对方告别后 三僧转身就进入了一境内 为了隐藏自己的实力 她将毒杀的魔物 全都伪装成了短剑毙命 横扫低级怪之后 三僧一路往下 意外撞见黄猫 在和其他冒险者商量 大僧一起杀掉瑟拉斯喂猪 几个老四批 打算喂猪之前先监食 简直是不打算做人了 三僧打算教训他们一番 不仅是为了瑟拉斯 更是为了出一口 从小被家暴的恶气 使枪凌弱的家伙 最该遭到驱逐 听到对方放狠话 三僧笑着转身离开 等他们被毒杀后 成为魔物的粮食 再进去刷锅往前 三僧好好的睡了一觉 结果一出门 就遇到了一伙 名为剑护团的人 为首的团长告诉他 一级内的魔物们 全都神秘死亡 他们害怕有危险 询问他要不要一起回去 三僧果断拒绝 因为他知道 魔物离奇死亡的原因 减少佣兵的存在 自己反倒更好发挥 幸运的他很快 就找到了龙眼圣碑 不过要拿走旁边的石龙 肯定会动 于是三僧抢先一步 把石龙解决了 刚拿到圣碑 瑟拉斯就跟着进来了 三僧便成人之美 将圣碑交给缺情的瑟拉斯 为了还人情 瑟拉斯跟着他一块 去了古王所在的楼层 不愧是骑士团的团长 伸手非常了的 瑟拉斯告诉三僧 这个世界上最大多的怪 就是沾染了 大魔地魔素的金眼魔物 这让三僧有些顾虑 被召唤来的勇者 最高等级也是金 多少有点不吉利 三僧打算在这休息一下 瑟拉斯这时候才认识碑基丸 难怪一路上都有魔物的气息 为了让瑟拉斯好好休息 三僧悄悄给他下了睡眠期 直到这时候 瑟拉斯才恢复精灵的元貌 彻底放松下来 睡饱之后 两人继续往前走 随着轰隆隆的声响 古王主动发起了进攻 就这么一下 三僧就已经感觉到了差距 可以说完全秒杀了其他的魔物 不过这么强的魔物也有弱点 那就是下巴上的阴色部位 从他面朝的方向 三僧猜到对方 应该是对自己放松了戒备 瑟拉斯意识到目标是自己后 生成了自己的精灵武装 他话没说完 三僧那边就已经定住了古王 上都将其给杀害了 对于三僧来说 古王也就比其他怪强那么一点 也就是洒洒水的功夫 他便拿到了生机道具 笔记丸指着深处 告诉他们里头还有东西 打开以后 三僧发现是个被魔法部包裹的蛋 笔记丸似乎很喜欢这颗蛋 他们回到地点的时候 林香还在和同学们刷地下城 弱点的同学都已经断手断脚了 全靠他们几个艾斯级的 然而他们可不是白帮忙 刷柜的经验值 全被拖斗几人抢了 回去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圣杯交出去 这样瑟拉斯才有钱继续冒险 除此外 王城还打算款待瑟拉斯 三僧与他八点在旅馆碰头 想和他再合作一次 陪自己去找女巫 正巧瑟拉斯要去的地方需要横穿 交易就此达成 既然如此 他们也不打算瞒着 直接开城布公了自己的身份 三僧在先前拿走的宝石给了他一颗 瑟拉斯非常惊讶 这是很罕见的青龙石 比那什么圣杯厉害多了 看他不好意思收 三僧都觉得瑟拉斯有点太善良了 不仅如此 瑟拉斯还暗自告诉自己 之后见三僧前都必须近身 吃饭时三僧又有了新的认知 禁书是被女神禁止的 那么就是说女神忌惮禁述 送走瑟拉斯以后 三僧进入了一片寂静之地 打算让B机丸升级 结果一直到规定时间结束 瑟拉斯都没回到旅馆前 此时的女神殿内 婊子女神又开始对善良的林香 进行煤气灯效应 向她不愿和拓斗几人合作 达成她任性妄为的错 可即便如此 林香依旧坚持自己的信念 要靠自己的方式完成 艾斯基俑者的使命 文言女神又想出了猎奇的方法 那就是叫她去训练无用的勇者们 也就是亲手将他们废弃 三僧不打算等了 决定去寻找瑟拉斯 谁知路上听闻瑟拉斯身份暴露 已经逃往了森林 这一次就连黑龙骑士团都加入了其中 要对付普通的团员 他就已经足够费劲了 虽然是幻想 但瑟拉斯还是很快找到了元凶 五龙是之一 欧本手下队伍的复长鸡撑 他们的任务早就从抓到瑟拉斯 改为了杀死瑟拉斯 每个人都一样垂涎瑟拉斯的身体 无法调动精灵武装 瑟拉斯很难和对方抗衡 险些被对方强暴时 三僧救下了他 瑟拉斯害怕自己连累他 三僧却不以为然 毕竟要找个比他还厉害的更麻烦 于是他将一代青龙石都交给他作为酬劳 代价就是现在必须把衣服脱光 听到三僧让自己脱衣服时 瑟拉斯属实吓了一跳 不过对方并没有抱有非分之想 只是觉得他那身衣服已经被仇人记住了 做一则换身新的 契约当然要继续下去 三僧打算在找到魔女之后 请求他帮忙将瑟拉斯给藏起来 瑟拉斯不明白 他为什么愿意为了自己做到这个地步 三僧虽然没有明说 但他确实从瑟拉斯身上看到了舒姆的影子 因此他无法丢下他不管 截止完这边以后 他才转头看向一旁的鸡称 想要知道到底是谁想对瑟拉斯下死手 真想说出来或许并不会让瑟拉斯感到高兴 紧随气候的黑龙骑士团团长 被称作人类最强的诗人加兰德 告诉了瑟拉斯真相 想要取他性命的是奥特拉王 因为过于觊觎女儿的身体 所以无法忍受女儿被其他人给玷污 便让他们来杀掉女儿 确保他真结的情况下将尸体给带回去 不过加兰德给了他活下去的权利 只要跟他决斗并取得胜利就行 不过从刚才来的这个地方开始 他就已经转变想法了 比起瑟拉斯 他更在意一旁的三僧 因为目前对方还不在自己的射程范围内 所以三僧打算接近他之后再找机会下手 然而在交谈之中 对方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 三僧似乎并不忌惮他们 甚至还在找什么机会 三僧笑了笑开口询问对方 既然你想要遭遇自己匹地的对手 那为什么不找超越人类之外的存在呢 比如说那个女神 本想因火到那个婊子女神身上 没想到两国竟然关系密切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认为瑟拉斯的国度会被毁灭 都是因为瑟拉斯的原因 从对方滔滔不绝中 三僧就已经感受到了他强烈的自负心 也就是在短暂的时间内 他已经在脑海中构建出了 他们能够活下去的方针 对方在加护力的庇佑下 会爆发出接近最强的实力 而他对女神所召唤的俑者 有极大的期待性 于是三僧决定直接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对方能够察觉到 自己所说的是否是实话 于是三僧便当起了谜语人 说自己被女神叫出来分开行动 是因为俑者等级差距很大 果不其然 对方认为三僧是被女神 所认定为特别的男人 稍有不慎 自己就会被对方杀死 于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三僧获得了与对方对话的权利 让他宽限自己几天 等到自己变得更强之后 就会返回来杀死他 他毫不避讳地 将自己想要蹂躏一切的野心 宣之于口 贾兰德觉得这个少年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既然如此 那他就好好地期待一下 对方如何成长 然后再来与自己决一死战 然而强烈的自负心 让他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这只是三僧的计谋 他们刚转身离开 就直接被三僧给硬控落到了地上 长远来说 黑龙骑士团对于他 仍然是一种威胁 不如直接再次将他给排除掉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让三僧看到了在异常状态下 仍然想要强行活动的家伙 人类最强的贾兰德是第二位 他实在是太想看到 他们临死的样子了 所以为此做好了万全的架势 已接近兵死 他们就绽放了烟花 通知其他部队 三僧告诉斯拉斯 自己要见证他们的死 然而斯拉斯并没有打算离开的意思 黑压压的黑龙骑士团 从远处奔赴而来 这正好给了三僧试验一下 自己通过魔物强化剂 所获得的新能力 没错 三僧目前作为近战法师 最害怕的就是超出 自己射程范围外的敌人 因此B机玩的提升 弥补了他这一短板 史莱姆无限延伸的形态下 他能够控制到 飞翔在半空中的敌人 通过这一战 他又解锁了新的技能 在人体内植入暴力冲动 以及以黑暗遮蔽敌人的视线 解决完这一切之后 等级得到大大提升的三僧一转头 发现加莱德竟然还没死 主使顽强 不过最终 他还是迎来了自己终结的命运 至此斯拉斯的踪迹 也正好被掩埋 两人算是彻底根支底了 原在那一托的石像等人 被女生所委派的新成员给监视者 证明新成员可谓是忠心耿耿 就连婊子女生的触角 也心甘情愿地舔 此时的女生还不知道 自己马上就要到达梅了